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这个方面的基因 门前一片乱战 球进了 看看这个球 高天逸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脚球这一次没有直接打进来 开了一个有变化的战术的脚球 进去里边防守 却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传球没有任何问题 就看这一下 这一下在门前 最后应该是苍珠雄狮自己人连续碰到 对 但是这个球可能还真是要看一看 就是要检查一下 针顶的那一瞬间 没有问题 张磊认为没有问题 看看这一下 结尾出来 其实刚才一直没有给大家介绍首发 现在跟大家简单交代一下苍珠雄狮 以及上海生花今天首发的十一人 苍珠雄狮这边打的是541 门将位置上是韩荣泽 先来看这一次进攻 拼速度 直接一脚爆射 打在立柱上 看看跟进的二次进攻 卡住身位 说明马大法这二十多分钟 现在踢得很放松 摔投攻门 你看看 这球都有了 无锡 顶得票了 是 无锡上一次进投球 是打青岛西海岸那场 应该是这个赛季的第二个进球 但是这个球应该是第三个进球 这个球顶得票了 对 这个球顶得票了 这个球 咱再回看一下 看阿玛杜抢断 然后马大法 无锡突然跑到前面 这一蹭 这太漂亮了 这球顶得可聪明 这就是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无锡这个球 这是开了80倍精 你看这个比赛 球如果一直控制在身滑脚下的话 即使天气很热 对 但是球员也不会感觉特别累 是 但是像苍州雄师的话 如果始终是跟着对手节奏在打的话 那你踢起来会越踢越累 特希拉 自己来一脚 开起来 后点 后球回给 跟进来一脚 能衔接上 中前上能给衔接上 因为现在所罗门还有这个奥斯卡 两个人啊 基本上 进来了 左脚打 有一个 漂亮 嗯 呃 这转身这一让啊 直接是让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高天忆完成了没开二度 高天忆这一领一带 嗯 嗯 斗圆脚兜的也是十分准确 十分脚 哎呀 这个奥比 勒耶 嗯 上的这两步太慢了 脚下的移动 移动太慢了 这移动太慢了 因为你中场有对抗的话 中场有拼抢的话 现在两个边后卫 嗯 他就不敢上的那么大 是 漂亮 又是这个位置出现了问题 门前轻推 这球打的漂亮 是 马来来 4比0 比赛第71分钟 在两个中后卫跟后腰之间 嗯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空间 是 再来看一看啊 刚才这次 关键这一下给的好 就是 你看 这个就是 特希拉 嗯 对吧 他拿球 他并不是 他没有 其实在拿球之前 他已经观察到了这个马来来的位置 嗯 拿球之后 而且呢 现在苍州雄师啊 也是有点缺冰少将 替补席上 总共六个人 哦 好球啊 漂亮 投球顶过来 进刀进缺 哎呀 这个球也是出边线 想想今年的这个 上海这两支球队 这个真是上海 没错 上海得比了 约翰超 漂亮 推 太轻松了 你看这他上场这个作用 是吧 对 太明显了 谢鹏飞 那几次给同伴这种做球 传球 韩荣泽 你看这个球停的啊 嗯 首先停的就好 然后 走内线 还没有机会射门 这球给的也好 对 对 谢鹏飞正好也没有停 对 这个传球的力量也正合适 谢鹏飞直接选择射门 脚弓一推 对 推了一个反角 对 对 推了一个反角 嗯 因为现在深花这个实力 球队球员的这种个人的能力 以及你看板凳的厚度 嗯 这个都是 仓处兄是很难去抗衡的 是 张磊呢也是时间一到 立刻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 词 本词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